音律无情第一、二合集 上官玉华原著第87页 伦郎蛇地狱 感恩佛力加倍 要说感恩实在太多了 感恩佛 感恩佛遗留下的无上大法经典 阿玉很喜欢佛经 特别喜欢直接研读原经典 那种清零法会 仿如置身在2500年前 印度灵旧山倾听佛开示 无上美妙的菩提法音 那种感觉非浅显笔墨所可形容 大家最好经常研读原经典 有太多生妙的人生道理 在经典里头都可一一找到答案 佛在所有的经典当中 就是教我们如何做好自己 首戒为菩提音 修六度万行 精进修行 直至正的无上正等菩提的 每一个细节都说得非常清楚 刚开始可能会有些师兄 不明白经典的意思 其实无所谓 只要每天坚持研读下去 一定会慢慢地开始明白 最重要的是要每天坚持 阿玉刚开始研读的时候 每次读的时候 感觉非常舒胜 可是过后马上全部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脑袋里只知道 十分疏胜 至于内容说什么 就是说不出来了 业障重啊 但是因为我喜欢经典 就是忘记也要每天念 如此的日子 经过了几年之后 发觉自己 开始可以记得一些 或是在不同的时期空间中 自然可以领悟出一些道理 所以坚持是很重要的 愿大众一起 趁着自己还有个健康的人生 必须多研读经典 人生无常 一口气不来 即是下一世了 真正要报佛恩的话 只有认真修行守戒 才是真正佛弟子啊 大家一起努力 精进守戒吧 橙白莲花出发 阿弥陀佛 阿玉向判官何时 判官今天 要带我去参观一个 麒麟狼蛇的地狱 来此地狱受刑的众生 是生前男的 喜欢同时跟两个女性行淫 或是女的 同时跟两个男性行淫 到了 又是听到剧烈的惨叫声 看见一位男子 他赤裸好像被绑在一个 会转动的轮子上 这个轮子的两边 是两条软软的蛇 一条是红色 另一条是暗青色的 一条蛇紧紧地缠着他不放 蛇头在咬他的头脸部 耳朵一块块地撕咬下来 满地都是鲜血 而另一条蛇 则在咬他的下部 这个男子 样子看起来 好像是极度的痛苦 并在哀嚎着 再看看旁边的女子 她也是赤裸的身子 被绑在一个 会转动的轮子上 轮的两边 是两只很凶恶的铁野狼 在连续撕咬着他 一只狼在咬此女子的胸部 另一只狼则咬他的下身 女子大声呼叫求救 但是没有人理会 总之场面是非常血腥的 刚才那两个男女 他们的年龄都不是很大 才三十多岁 就下地狱受爆了 真是凄惨 判官对我说 这类众生 不但破坏了自身的灵性 还严重的破坏了社会风气 故此地狱府 一定要严惩他们 在此受罚的时间是五百年 之后再发配到 其他的地狱去受审判 此类众生 现在也越来越多 这个地狱最近又加大了 你以后要多来参观 除了这个血淫地狱之外 还要参观记录其他地狱的实况 好尽快地印出书籍 利益阳间的众生 令他们可以尽早止恶忏悔 行善基辅 减低入地狱的机会 及减少阳间的灾难 好的 判官 阿玉遵命 阿玉一定会竭尽全力而行 陈白莲花回去